仙女座星系的晕非常巨大,它的直径至少有200万光年,如果我们能够在夜空中看到它,那它的宽度将达到100个满月的直径50度。 我们一直认为,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合并,要再过40亿年,但是最新的发现表明,仙女座星系周围笼罩着一个巨大的星系晕,这意味着它和银河系,可能已经发生了接触。 研究表明,这个巨大的晕,主要由炽热的离子化气体构成,直径至少有200万光年。 仙女座星系是本星系群的成员,本星系群有54个各类成员构成,银河系也是其中之一。 仙女座星系拥有一万亿颗恒星,是银河系的两倍,亮度也比银河系高25%。 在郊外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它。 6个哈勃拍摄的类星体样本。 类星体是遥远的明亮光源,据信它们是内藏大质量黑洞的星系核,是黑洞在吞噬气体和恒星时产生的。 黑洞在消耗物质时,会释放出强烈的辐射,被看到后变明为类星体。 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晕中气体,对18个类星体光的影响,来对仙女座星系的晕进行测定。 只要它的晕向银河系方向,扩展100万光年,这两个星系就会很快发生接触。 当然,我们现在谈论的只是晕之间的互动,但是如果银河系也有这么一个晕的话,这两个星系的分子,现在就可能已经混在一起了。 研究人员把晕叫做星系大气层,虽然非常巨大,仙女座的这个晕,实际上是看不见的。 寻找和研究星系晕,要借助对类星体的观察。 类星体这是一种遥远的天体,看起来像是恒星,但实际上是遥远的星系核。 这些星系核内多有超大质量飞动,它们在吞食物质时会辐射出巨大的能量,因而显得极为明亮。 最明亮的类星体,如是女座的3C273,用6英寸望远镜就能观察到。 极高的亮度和点状特征使之成为极好的探测样本。 为了检测仙女座星系的晕,研究人员研究了星系气体,对18个类星体,图中显示了5个光的吸收情况。 类星体的光在到达地球时,会被星系晕中的气体,吸收掉一部分,从而在非常小的波长范围内微弱变暗。 通过测量类星体亮度的减弱程度,便能够获知位于我们与这些类星体之间的M31云中有多少气体。 研究人员观测了大约44个其他星系,但是巨型星系中只有仙女座有足够多的类星体观测样本,因而能明确地指出它因的扩展范围。 这44个其他星系,都是极端遥远的星系,因此能够用以确定晕的大小和结构的类星体数据点极少。 仙女座星系因为距离近,体积大,所以其外围的背景上,散落着大量类星体。 研究人员用了五年时间,从哈勃数据库内,获得了所需的18个样本。 此图演示的是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合并阶段,合并会在今后数十亿年中逐渐展开。 图中展示的是37.5。 一年后的地球夜空,仙女座星系组,充满了整个视野,其潮汐力开始使银河系变形。 这个因的质量,估计是仙女座星系恒星质量的一半,其存在形式是炽热的泥酸状系体。 模拟显示,它是和星系的其他部分同时形成的。 虽然大部分由离子氢裸露的质子和电子构成,但是其中也富含来自超新星的重元素。 星系中的超新星,会把铁、硅、氧等我们熟悉的元素,喷射到遥远的空间中。 在仙女座星系的完整一生中,恒星制造出来的重元素,差不多有一半会被驱逐到星系盘外很远的地方。 你可能会想,星系的晕是否就是那一部分神秘的不可见的暗物质。 但实际上并不是。 宇宙物质中的大部分是暗物质,但天文学家仍然在星系中尽量寻找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普通可见物质。 而晕可能就是其中一部分。 下一次观测仙女做星系时请记住,她比你想象的要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